縣議員陳鴻宗希望縣長開發新的景點 也希望縣府能夠在關山清水公園內建設表演場地 我是希望說 希望這個五星縣長 可以在我們台東 做一項比較不一樣的 讓UK 知道看到新的景點 大家一直來 我們台東的外國人多多 客人多多 跳的舞都不錯看 是不是這樣 我們也可以找 招商 你館長那邊看 你可以招商 讓人 做回來開一間 可以讓我們在那邊表演 或是 台灣的UK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想說 要來看這個傳統的原住民舞蹈 八部合音也好 我們的客家人很多 他們的 客家鼓 手臂也都不錯聽 對啊 因為公園 土地看 三十幾公圈 可以帶來公園鐵圖 來關山鐵圖 來地上騎腳 來車 接下來還可以看表演 這一級數得 所以這會給我們很多UK 你就要找關山公所 噴鎮長 下去研究看看 看我們要來做這個 來招商 或許多人會來 倒數也不一定 是不是這樣 對嗎 對 陳議員請縣府輔導 池上電動車 竹林業者 為遊客加入保險 第一章 現在腳踏車跟很多人在騎 都太費力 都用電動的 電動的 對 常常電動的 遊客都會騎得快 對 騎得快 有辦法 你看 也是常常在拔倒什麼 兵車 你怎麼沒辦法找 你們集出這麼多人 怎麼沒辦法找 有個保險 沒有在騎腳 有時候 都爬巴斯黃連 你可以把所有 那些騎腳 看我怎麼找一個保險公司 幫他們保險 你車要寒送也沒關係 人們也都會配合 現在他們就是 沒辦法保險 保險沒辦法做 反正這點 有辦法倒三天沒有 好嗎 好啊 這點 這點我要拜託館長 稍微努力一下 好 陳議員請問縣長 有沒有積極推動 花東快速道路 常常在插的 花東快速道路 到底 你不要 做館長 你不要去盡處 花東快速道路 對啊 我們有請那個 副 你當的縣長 你有沒有積極 在推動這條 花東快速道路 他是中央的耶 你當縣長 有沒有在爭取 有沒有替百姓爭取 有啊 因為我們台東縣 目前就是交通最差距 陳議員表示 台九縣的區間測速路段 選址很不合理 根本就不是意外事故 發生頻率較高的路段 陷阱局要確實經過評估後 再設置才是合理 不要為了開紅單而加強取締 區間測速要用的地方就是 這家經常發生A1 經常遷死人 經常遷死人 請給遷死人 所以我們就喊這個速度比較慢 不是說都沒有經 沒有輸過 想到我就來幫你按一個區間測速 還是路邊幫你抓這個超速的 對吧 你看我們做古來台東 現在路要不改好水 都兩仙道 本身要遷死就很困難了 找一條路比較低 想要遷死 警察叫就叫人在那裡抓遷死 你看這樣有道理 沒有合乎人情 陳議員請縣長責誠警方 開導基層員警 不要任意開紅單 造成民眾的壓力 他要去工作 有的都習慣性合保力打 這個你知道嗎 是但是不好啊 結果齁 因為那個喝也不多啦 有的體質不一樣 就抓來 臉紅紅抓來 就馬上九側 馬上九側 如果超過的話 你看 現在動不動 就九萬十八萬一直開花 你把他想想看 這個農民這些 這個基層的功能 他要做多少 多少天的工作 家庭都會有影響 是啊 這我支持應該 當然是我們說不希望齁 大家酒駕 但是齁 對 我們的執法單位啊 可能齁 他把這個執法 放在最前面 人家講秦李華 他是華擺在第一面 所以你看 很多 很多公務部門 像警察局也有啊 不用錢的工人在那邊做啊 胡勞役啊 對不對 抓一抓叫人家 來這邊胡勞役 所以館長 你是我們台東館的大家長 像這個修法的事情齁 大家都認為修法的事情 不過這在八世裡面齁 這是更大的事情 有時候 人家在手腳 很貴 很貼在手腳 大家都會 農民他會自己 拿開槓 切到現在補了要怎麼辦 還是油要炸了要怎麼辦 啊 館長好像米露喝一喝 館長 要走的時候警察車開始用 你要用齁 用 比較 溫和的態度去欠導 是 我們今天都是執法人員 我們要抓的是壞人 我們不是抓這個 平常的善良的老百姓 對不對 是 你看到他 他如果跟你講說 我們就做得太累 大家散喝一下 酒廁也不會說太拐 不是抓到就 沾沾自喜 就一定要把他開槓 就要分 是啦 是啦 議員說說不定 這樣這樣不行 我問你 我們一定要來宣導 所以我現在 你應該齁 要折騰我們警察局 關接最大的 最高的 慢慢的去 開導這些基層嚴警 我們喔 不要讓百姓 去承受這個 紅燈的壓力 大家稍微發的 九萬十八萬 你知道要做 做多久嗎 陳議員表示 民眾向他陳情反映 請人代更後 卻失去了農會會員的資格 為什麼你的地給大電農去做的話 你融會的會員就要取消啊 為什麼這樣 這政府 政府提倡的 政府 把所有農民說 你的土地把賬 你就讓土地比較大的人 下去做 對 他給你代更 現在農民不知道 好好的 你代更 代更後 農會 都 匯官主樑 都出消了 議員你這應該是個案啦 你在跟我講是哪個個案啊 這個我們可以查 所以喔 今天 人家叫我回去 你打完聽 我覺得很不公平 沒有個案啦 我們去了解 我了解以後再跟你回報 陳議員請縣府 向中央極力爭取工地放嶺 將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取消 82721已經幾年了 民國82年以前的那個土地 對啊 這個土地的問題 到現在 八十二年到現在 你說的是池上台東農場那些 不管是什麼啦 現在國產署動不動去用 八二七二一這個案子 這個你們地震處長應該很清楚 有有有 我們很清楚 已經快要一夾子了 還在用這個條例 敢有人去歡迎 對嗎 民國八十二年出事的孩子 到現在已經要二三十歲了 對嗎 三十年前的事情 現在還在用這個條例 你不是說九二七二一 一百零二 你讓人拿解脫一下嘛 對不對 這個是法令 我們有在想說 雖然是法令啦 法令就是要想辦法 你看 你看他一直在那裡改 一直改變 有啦 我們有一些 通告的東西怎麼改變 所以從這個 八十年通告 我是希望說 你做館長 拿去改善 對不對 你不能讓人 英文在那裡 艱苦地 我們試試看 有部分可以工地放嶺 我們有跟地震處研究過 陳議員利用總質詢的時間 和縣長探討 如何解決百姓平常發生的問題 陳議員反映農民想要燒稻草的心聲 他表示要聽農民的才正確 陳議員表示熱氣球活動要照顧周邊農民 行銷當地農產品 陳議員建議縣府 利用瑞峰或月梅山上國產署的土地 建設大型蓄水池 調節灌溉用水 陳議員表示 整個高台只化設大草皮區為縱骨油氣用地 陳議員建議應該要全面性 將高台都化入縱骨油氣用地 地震損壞至今已經一年多 陳議員關心保華僑核實整修 也請縣府協助災損的霍霍教餐廳解決問題 以上是台東縣議會第二十屆第三次定期會 5月29號縣政總質詢的議程 縣議員陳鴻忠問政內容的摘要報導 由劉樂文整理